欢迎收看大爱五间新闻 我是吕思萱 头条焦点要带您来关心 豪雨刚过高雄本土登革热的病例 持续攀升 三明区和前镇区陆续爆出有登革热病例 也被确诊感染了是第二型登革热 专家现在担心 目前这两个地区同时存在第二型和第四型 一旦疫情扩散的话 恐怕会引发出血性的重症病例 高雄登革热持续升温 前镇也开始传出疫情 但和先前的第四型登革热不同 最新的病例都是第二型登革热 我们后续也担心说 会不会有造成有一个交叉的感染 那这样的一个感染的话 有可能导致出血性的 甚至后会有更严重的一个状况 就怕交叉感染造成大流行 市府赶紧派员前往消毒 应该喷完药以后 这边的疫情可能会好很多 但最近常下雨 民众多少还是忍不住会质疑 下雨天喷药会有用吗 那个水沟是残效 它是针对决绝嘛 那个下雨天我们是不会去失作 那你会看到热烟的部分 那个是针对沉稳的防治 也就是说 目前下雨天针对沉稳 进行室内空间喷洒 室外的决绝则会视情况进行 再加上一旦有登革热确定病例 得在48小时内喷药 相关单位也会视情况喷洒 期望能有效遏止病霉纹滋身成长 大约新闻理学副校红术 高雄报道 台湾小子化严重 而年轻人用药成瘾 如果又怀孕的话 可能连胎儿都会受到影响 出生之后呢 这胎儿容易会有药物戒断的症状 而目前国内 和社会局和卫生局提供了支援服务 希望让每位小宝宝 从出生到产后 都能接受完整的教护 药引妇女的医疗界支持服务的方案 包含了母血的一些遗传性疾病的筛检 还有像是这个胎儿的 颈部透明带的这个超音波 这也是针对糖尸症的一个进阶的筛检 还有包括像是胎儿的一些高层次的超音波的扫描 还包含新生儿的一些成瘾物质的检测 跟一些重要器官的超音波 在这些部分里面 我们这边都有做对应的补助 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个要滥用的妇女 能够在这整个的从产前到产后 对新生物的部分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连续性的照顾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目前提供有药引的妈妈们 以美沙东替代治疗解除药引 也有避孕指导保健 怀孕运程的筛检 以及产后母婴照顾等等的措施 以减少产下毒宝宝的风险 另外在宝宝出生之后 也会进一步来治疗追踪 让小朋友能健康长大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了107年度 台北市死大死因的统计结果 而癌症是蝉联首位 慢性疾病也难夸了七项 所以要提醒民众定期健检的重要性 可以及早发现和及早治疗 进而降低四方的几率 大家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 大肠癌在最近的时间上面 是一直都在增加的 肺癌也是一直都存在 而且都居于榜首 像这些部分的话 我想我们在卫生局都一直提出 就是一个预防的措施 就是像女性的乳癌 第二名的乳癌死亡原因 事实上我们有提供 两年一次的乳涉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大肠癌的部分的话 因为现在年龄层都往下降 所以大肠粪便检查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我们在临床上面的话 事实上发现有临床 有粪便阳性反应 在做大肠镜追踪的时候 大概2%是 2到3是有大肠癌的存在 统计发现台北市每100个人当中 大约有64个人是死于慢性疾病 而十大死因当中 位居首位的还是癌症 大肠癌的人数增加 也和饮食习惯 烧烤食物的摄取有相关 医师还是要提醒 良好的饮食习惯 和定期筛减的重要性 才能够提早发现来进行治疗 2019年 靖丝小志工精脏演绎 汇聚了北区 罗东和台南的小志工 共同演出 不少在志工团里面 长大的小朋友 对自己也有期许 这言上人今天早上开始 凯子们都是社会的希望 陪伴他们成长 在未来才能够发挥 更大的影响力 成立这个小志工团 已经第七年了 现在他们的年龄 是从三岁到十二岁 一年年地长大了 很开心 最开心的是他们 孩子不变的那一念的存真 幼苗小树 他有朝一日也会成为大树 大树的种子 可以一生无量 菩萨们要有信心 要有耐心 要有真诚爱心 陪伴了这一群社会的动良 也叫做希望工程 是永恒的啦 各位菩萨 我们当个教义的工程师 让孩子们的长大啦 都在大家呢 规划中 给他们空间长大 这都是我们的使命 再来要看到这一位是20多年前 从越南嫁到台湾的阿草 他在历经一连串家庭的变故 几乎快把他击垮 但是他很幸运 此季之公事事实的出现 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午餐时间 锅商面店最忙 这一间小小面店 是阿草全家人的希望 为了生活 孩子还在读书 还有老公跟儿子就受伤 只有我一个人承担 27岁那一年 阿草从越南嫁来台湾 原本家庭和乐幸福 但四年多前 突然接二连三出状况 孩子出车祸 然后接连着先生中风 然后再来婆婆又往生 整是一而再的 连续的一直在打击着他 曾经有一度 他真的很想逃跑 当时的阿草 就像在风雨中飘摇的小草 随时都会被连根拔起 这时慈激之工走入他的生命 他们给我力量很大 每次遇到困难 他们就出现了 一路的关怀 阿草有了很大的转变 五月遇佛 阿草也来参加 我能够有互动到说 他内心的那份发行 那份感动 他还腾出面殿后面的小空间 当成环保据点 脱胎换骨 因为他有许一个愿 他以后也要穿跟我们一样的衣服 我真的很想 因为世界上 不是只有我们困难 也是还有很多人困难 先生儿子的状况 也越来越稳定 阿草翻转了自己的命运 他抱着感恩的心 期待有付出的机会 大爱新闻 张军廖学信 台中报道 东六慈禁医院 即将在8月2号 迎来首次的医学评鉴 医院是动员了将近有 150位的医护人员和志工 齐心打扫 希望能够提供给民众 一个优质的医疗环境 现在爸爸妈妈都舍不得小孩子做 我觉得我们两个也是在家里 都舍不得让他们做 我今天是带他们来学习 做得不好 但是总是他们有做到 回去他们就会帮忙 不分年龄 每个人都把医院当自己的家 以实际行动支持 抖六慈禁医院高分通过评鉴 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得干干净净让我们的一些来看病的朋友们 他们看到我们的环境 他们也是很常常赞叹我们 说来跟你们煮桌 每个人都很清晰的 还有一个变索钢也都很清晰的 都没有草味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大环境小按角仔细擦拭 让每一处污垢无所遁形 发现有一些小地方是因为长久都没有处理的 所以都会有砍一些灰尘 像这次打扫了 我觉得这样子感觉呼吸就不一样 比较清新 凝聚我们云林地区嘉义地区的师兄姐 还有我们抖六慈苑同仁的一些向心力 然后借着这次评鉴前的大出坡 能够大家合合互协 共同把评鉴这件大事一起完成 所以我很感恩大家同仁 还有师兄姐的同心协力 灰汗撒扫除尘去垢 众人一心将洁净舒适环境 带给民众优质的医疗品质 大爱新闻徐如意 陈伯舟云林报导 要推广环保 马来西亚冰州绿色机构 举办了二手物品的交换活动 希望能够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 来减少一次性的浪费 广于倡导绿色生活 槟城绿色机构举办 零垃圾二手物品交换活动 慈祭志工也受邀参与宣导 一直以来其实慈祭 都是在不止在丁州 在全国 在全球全世界 都扮演着其实绿意的 那个环保的先锋 其实有很多地方 我们都想要跟慈祭学习的 特别是我们的环保分类 这次的活动共有66个摊位 用以物异物的交换方式 鼓励民众习福不浪费 本身是觉得说 绿色是最重要的 就有时候我们常常买东西呢 我们要想一下 到底这个东西是不是需要呢 其实是非常大事 很多民众也带着家中 完整无缺的物品 来到活动现场进行交换 就来拿学校那些要捐出去的书来 跟人家交换 接受那些并成那些垃圾堆积厂的容量 然后这样所以它的堆积厂的容量 可以用久一点 我本身是一个化妆师 我就用了一个蜜gloss 给一个眉笔 换了一个很棒很棒的颜色 所以很感恩这次的活动 回收已经是环保了最后一步 只有从源头做起 减少浪费才是根本之道 戴新闻彭敬贤 李佳莹庄明月 马来西亚报道 而这一位住在马来西亚的郭高国 四年前从高处摔下 导致癱瘓 太太不离不弃 孩子也很孝顺懂事 此季之工长期陪伴这一家人 让这个家能一步一步走出阴霾 四年前郭高国从高处摔下后 只能够坐在轮椅上 女儿很贴心 会帮忙打理生活大小事 甚至是料理三餐 一年级就开始做 儿子也很懂事 是运动比赛的常胜君 懂得主动帮忙妈妈 种田 采菜 是有力的帮手 这一家人因为意外的发生 而更加团结 太太阿顿来自柬埔寨 本来什么都不会 现在什么都会了 菜园里的农作物 欣欣向荣 是家里经济的主要来源 她都不能自己吃饭 等我们 她靠我们 我们一定要在家 不可以跑掉 此一职工教会太太种菜 四年来的关怀 支柱从不间断 照顾我们偷到位 顾到现在也几年了 我们很感恩 实际上帮我们很多 三年多 四年了 还有去求老婆 只感恩 不抱怨 他们越来越幸福 孩子们也天天捐竹筒 回报大家的恩情 因为要帮助人家 你知道那个是帮助人家的 所以你怎么知道呢 那边有些 这个家有孝生 爱不远离 就能看见希望 大家新闻真正美志工 郑敬平 林逸宁 马来西亚报道 慈大部中国小部的学生 趁着暑假期间 前往新加坡菩提国小 进行文化交流 除了要了解多元种族文化 还要把在地的环保经验 带回台湾落实 来自花莲慈小 二十位五六年级学生 和三位老师 趁着暑假到新加坡 菩提学校参访 两所学校是姐妹校 每年都会互相交流 学生透过游戏 先了解校园文化 接着还有城市探索 去找一个叫做格兰树 格兰树 格兰树 在那里 公园内全是英文简介 此小学生 还是有办法找到答案 其实格兰 我们只要用平常去上课的 英文的发音 就是可以知道说 它大概发什么音 然后就可以慢慢地找到 这一棵树的英文名字 参访乐林长青馆 用英文听解说 这群孩子走出国门 面临的是不同种族及语言 路线规划 他们都已经在事前 都做足了功课 所以读万捐书 还是要行万里路 要让远到的孩子 不需此行 当地的大爱妈妈 也花了两三天 把规划的行程 全走过一遍 在这样的一个 比较时间紧闭的时候 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 最大的收获 然后可以学到更多 有关于新加坡的一个 多元文化 七天的国际交流 彼此共同学习增长 也让此小学生收获满满 要带回国内分享 大爱新闻珍 美志工胡玉兰 李亚珍 新加坡报道 中国道路广东连平县 和云南昆明 接连遭逢水患 造成严重的淹水灾情 此季志工前往勘灾 也为四百多户家庭 送上了生活物资 距离六月底的勘灾 隔了三个星期 此季志工再度来到 连平县上平镇的东阳村 提前一天为隔日的 发放物资进行打包 发放当天 村民早早就到 大家不分彼此 把前置作业就绪 这些乡亲啊 天气虽然很热 可是他却非常想 穿那一件志工背心 他觉得穿那一件志工背心 非常好 还希望我们送他一件 这种感觉 你说不出来 非常的感动 三十多度的高温下 村民耐心等候领取物资 当地领导也代表大家 向此季致谢 感谢司机机会 全体爱心于事 感谢他们 不持辛劳 远道而来 协中充滩 我们应该领计 他们无事奉献精神 大爱精神 并将这种精神 在我们东阳 弹成献力 六月初的这场洪灾 东阳村受灾最严重 因此志工准备了 十多样生活物资前来 帮助受灾民众 能赶紧恢复往日作息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不知道有那么多东西的 真的是很开心 你看我都拉了一大车回去了 能够让我们的村民 能够用得这么好的东西 而且对我们的生活 就有更为好的向往 有这么好的人来支持 他们也会更地振奋 发放结束 志工也跟着民众返家 不少人一起 一个多月前的水患 还心有余悸 那个时候没办法 都是自救 通信全部中断 电影没有 那个时候真的是 后来晚上退水了 那个水全部退掉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 整个屋去找人 不知道有没有零下有人 除了广东的洪灾 云南昆明 这两天也因为强降雨 市区很多地洼地区 出现淹水 当地志工紧急动员 为老人家和受困民众 送上素食餐盒 谢谢咱们慈祭 慈善协会的各位有缘人吧 今天能在这儿见到大家也是我的缘分 我们以后有机会多在一起沟通 然后凝聚起咱们的力量 然后来帮助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大约新闻 珍善美之工综合报道 国家消息要来关心 中国大陆华北地区迎来了一波热浪 当地的气象单位针对北京和天津 分别发布了高温警戒 户外温度恐怕会达到35度以上的高温 民众光走出户外就得撑散遮阳 或是躲在树荫下乘凉 北京在20号发布了第四级的蓝色高温警戒 预计高温可能会飙破35度 打破了以往记录 而天津光是在昨天下午就达到了37度的高温 好消息是这个星期开始各地就会降雨 高温也有机会下降到32度左右 葡萄牙中部布朗库堡区出现严重的野火灾情 还延烧到南边的圣塔轮区 消防单位研判火势会蔓延得这么快速 恐怕和高温脱不了关系 活在现场有将近2000位的消防人员 和当地居民一起投入救灾 还出动了将近有400台的消防车 以及飞机也前往灌旧 而这一起野火造成至少有30人受伤 主要是受到水浪影响 再加上当地种了大量的油加利树 热风让火苗死灰复燃 才飘到各地才会造成火势一发不可受死 波多黎各总督罗塞洛发表了 性别歧视和反同等言论 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地的民众已经连续好几天 进行抗议活动 他们要求罗塞洛下台已是负责 不会继续连任却也不马上下台 美国在加勒比海上的自治帮 波多黎各总督罗塞洛在脸书影片的声明 抗议者完全不能接受 罗塞洛引发明月的原因 就是他和波多黎各政府官员 在聊天群组上针对政敌以及名人 发表性别歧视和恐同言论 这些记录将近900页 这个月13号被爆料出来 各界哗然 群众也连续9天上街示威 要他下台负责 波国众议院19号也设立专门小组调查 民众对罗塞洛的愤怒不止如此 自从2017年马利亚飓风中创波多黎各 为了修复灾损 当地陷入长达13年债务危机 加上政府被控贪污 民众对罗塞洛的信心似乎已经达到低点 大海新闻整选编译 现在有不少民众讲求方便快速 习惯用网络送餐 消保处就抽验了线上送餐的26家餐厅 发现有超过半数以上都是不合格 而大多都是卫生环境的问题 还有食材过期的情形 而目前也已经针对业者进行裁罚 而二次复查也全数通过 拿出手机动动手指头 食物就会送上门 线上送餐日益盛行 但食安合格吗 消保处针对配合的餐厅进行抽验 检查食材和厨房卫生 高达八成有问题 其中一家所有项目都不及格 广乡龙华餐厅 这家餐厅它的预期食材最多 竟然高达了六项 它的菜的甜椒我们检测出来 它有九项的农药残留之外 它的那个甜椒里面 我们发现它不合格的标准 竟高达二十八倍 这一家餐厅配合的是 有无外送APP 另外还有一家合作面店 发现青葱里含有二十种农药 其中一项超标三十二倍 甚至有三项是不得检出 还有这触目惊心的画面 是和Uber Eats合作的高雄黄鹤楼餐厅 二十项卫生茶盒中高达十二项不合格 食药署这个部分 已经把这个所谓的那个 配合现象APP 在做这个餐厅的这部分 纳入年度的一个定期不定期的机场 我想对于未来这个部分 会逐渐的来要求业者 加以要符合政府法令的一个规范 微服部表示会加以研拟相关规范 因为像这包装斑驳的调味粉 也是这次查核的结果 到期年份是2010年 业者却到现在还在使用 消保处也提醒民众 使用线上送餐要遵守四大原则 看茶盛取 才能在享受便利的同时 也吃得安心 大家新闻聆听叶玉玲台北报道 台湾地震频繁 也让国人习惯和地震共处 而国研院和气象局 在南洋博物馆举办了地震特展 现场还有六轴式的地震体验 今天是开展第一天 要带您来看看现场的状况 七级强震威力 瞬间剧烈摇晃 连战斗战路纹 六轴式地震体验屋 第四次展出 整组大型装置 台北半道南洋博物馆 首度长期展出近两个月 经过二十年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是说 我们有地震速报了 所以地震之前呢 会有人先通知你 那你会觉得好很多 那比如我自然觉得 比如遇觸无级的地震 那就会发现这门 这些就自动连动都打开了 那瓦斯也会这样就关起来了 连同逃生动线指示 无线追踪定位器同步启动 复合式地震速报系统 智慧防灾科技产业链 三年来全国三千多所 国中小都已经客制化上线 这一套的系统呢 就是我们在学校装的主机 我们这套主机可以跟 校园的警报广播做联合 联合以后讯号过来 全校警报就会响 有种锤啊 然后在一些机械的联动 然后去用纸针 去把上面的烟熏记录纸 做一下地震 地板摇晃的一些记录 近百年前气象局最早使用的 为赫氏地震仪 一路眼睛到底片 电池到现代测证 机密仪器 系列体验加特展 提升民众家园 防灾共事 白新闻超市节 许英豪 宜兰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宜兰报导 大一台的新闻 在这边告一段落 稍后大一二台 有更多新闻内容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宜兰报导 和透过自身专业 提高观众对情 他们都要接待外宾 和同意 今天的二台午餐会 要带您到台中 来看一群正准备 环岛的小朋友 他们多半是来自 弱势家庭 在社福团体的带领之下 要挑战 骑单车十天环岛 这一趟不仅考验 孩子的耐力和乙力 也是一趟送暖之旅 因为他们在 环岛的过程当中 会到安养机构 来关怀长者 我们现在要把时间 交给连线记者 郭苑林和杨俊平 苑林请说 是 主播暑假 已经过了三分之一了 家里有孩子的观众朋友们 是怎么安排您的假期呢 台中市有一群青少年 青少年他们主标挑战自我 现在我在的地方 成功车站 是他们环岛第一天 第一个休息的这个据点 那么在这里也象征有吉祥 希望接下来的旅程 可以成功顺利圆满的意思 那么提到这群青少年呢 他们年纪最小的是 国小二年级 那么之后呢 国中高中都有 那么说要环岛呢 可不是说走就走这么容易 必须得要经过一段 不长不小时间的训练 那么今天早上 他们要出发之前呢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个精神非常的好 各个都是元气十足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他们的体能还有脚力 耐力都到达了最好的状况 而这群孩子面对这个即将 接下来十天这么长的旅程 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最期待看到的又是哪些部分呢 来听听看孩子们是怎么说的 那这一趟环岛之旅 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去农民之家做公益 为什么 以前有去过吗 有一次 那时候我没有骑脚踏车 可是我觉得这次比较有意义 因为我是骑脚踏车 然后在车上我都在睡觉 然后我都没有看到风景 然后就是 就是跟大家一起出玩玩很不错 而且看到那些 荣民之家的爷爷奶奶 你之前曾经去服务过他们一次嘛 这一次准备表演些什么 就是跳舞给他们看 然后就是会 就是表演他们就是那时候的歌 然后就是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变年轻 要升国中了 升国中啦 那这是你第几次环岛呢 这是第一次而已 你最期待看到的部分是什么 可以跟大家一起环岛 也可以看到台湾很多 那个刻板没有看到的景象 我知道你们平常经过蛮多次的训练 已经半年多了 每个礼拜至少都有一天的训练是吗 那时候辛苦的部分在哪里 辛苦就是大家一起骑又一起骑 要一起休息一起休息 你自己最克服困难的是哪一个区块 要很难骑啊 而且是团体一起骑的 有时候会跟不上吗 对有时候会跟不上 有没有信心 有 平常练习都骑多远 就是会找一个地方练习 你以前来骑过吗 环岛第几次 就是第一次 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很紧张 为什么紧张 因为第一次就怕会 就是会很累 然后可能会拖队吧 那下坡的时候 教练有没有说要怎么注意 就是下坡的时候 可能要先按一点刹车吧 不然不要冲太快 不然会撞到前面的人 刚刚听到孩子们分享 现在出发前的心情是有点紧张的 那么也是带着一些些的兴奋 而且他们也提到 其实环岛最重要的 除了是看美丽的风景之外 更希望他们可以带着的是 一个服务的热忱 服务的心 把这个心给带着 出去可以服务长者 服务人群 的确这是一趟环岛的公益之旅 他们会经过八个县市 包括了台中 高雄 台东 屏东等县市 八个县市 每天大概骑80公里到100公里 那么总共会有10天这么长 而且也很特别的是 我们在观察到 这个车队行进的时候 还有来自屏东 屏东这个泰伍国中 有五个哥哥们 也来意气相挺 帮这些小朋友加油打气 希望他们可以越骑越顺利 那么这一趟之旅 可以说真的是 启发孩子们愿意付出的心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活动的发起人 他是怎么说 怎么来看这场活动的意义 我们从2013年环岛到现在已经七年 而且我们环岛十字以上 那最主要我们是要培养孩子 坚持 毅力 不放弃 跟团队合作的精神 那当然这几年期下来 我们也觉得 还是要给孩子一些创新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带着他们 到一些比较弱势的地方 像农民之家或者安养中心 孩子去跟他们一起做运动 延缓老人家的失能的部分 那我们也让孩子学习就是 手心向上如何变成手心向下 所以他们现在都有能力 做社会服务的部分 好 发起这个环岛活动的 这个社福团体呢 他们表示呢 他们平常呢 是带孩子们做课后辅导 或者是夏天的时候 去学一些才艺的表演 不过后来呢发现呢 希望让孩子 启发他们更多的善心 还有善念 所以呢 带他们到农民之家 那么这一趟的这个环岛之旅呢 里面包括要去五个农民之家 还有人爱之家 那么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他们平常呢 跟这些老人家们互动 真的是气氛非常的温馨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画面 我们一起看到呢 其实即便就是一个人爱之家 我们一起看到呢 我们一起看到呢 其实即便就是一个人爱之家 我们一起看到呢 其实即便就是跟长辈聊聊天 帮他们按摩 或者是表演一些简单的才艺 也让这些老人家呢 可以延缓失职 而且呢 心理都非常的充实 那么这样的一个旅程的安排呢 其实他们从很早以前 就开始规划了 那么这个社福团体呢 从2013年开始 发起这样的活动 到现在已经第七年了 那么今年是他们 第七次环岛 也做足了万全的准备 那么也希望呢 这样的旅程可以让孩子们 个个都有非常充实的收获 那么可以说呢 这一趟旅程呢 可以让他们更加的成长 而且呢 当中呢 也有一些人呢 是从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慢慢的跟到现在 已经是大学了 还是回到这边来继续服务 带领这些学弟妹 一届一届的继续传承 那这是来自现场的情形 把镜头交还给同内的主播 好 连续七年的环岛之旅 相当的不简单 不过看到孩子们 每天至少要骑80公里 想要请教一下院里 因为现在正值夏天 这高温状况肯定是避免不了 而团队的学员之间 有没有一些避暑的小秘方 可以和我们分享 那您请说 是的确今天早上呢 天气真的蛮热的 气温呢 在潭子乌日这一带呢 大概是33到34度左右 我们这个采访小组呢 大概在大太阳底下 站个15分钟 就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更何况是这一些 努力坚持的孩子们 他们一路上骑呢 几乎是非常的认真 也不喊累 不过根据我们侧面了解呢 它防晒的功夫 他们也做足了 包含了这个基本的袖套 还有衣服也是吸汗 比较透气的 那么另外呢 在红绿灯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停下来 赶紧补水 补充水分 然后而且呢 平均车都也规划 大概一个小时一次呢 会让他们稍作休息 养足了体力之后 再出发 好 这十天除了考验孩子们的耐力和体力 在仿视关怀这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一趟手心的翻转之旅 想必可以给这一群孩子一个难忘的暑假回忆 也要谢谢苑林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故事报道 接下来要带您看到的是 苗栗县一个星期发生有三起石虎陆杀事件 苗栗农业处表示呢 透过监视器的画面观察到 怀疑是猎犬捕捉野兔的时候 让石虎受到惊吓 才会跑到马路上发生意外 好几只猎犬来回穿越河床的草堆 画面被苗栗农业处的摄影机拍下 就在猎犬出没的这一段期间内 石虎接连被陆杀 7月11号 15号 16号 三只死亡的石虎 很可能是石虎妈妈跟两只小石虎 农业处怀疑是猎犬的出现干扰石虎 石虎可能因为栖息地被干扰扰动 然后受到惊吓 那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跑出 就是要往其他的地方向去 所以可能因为这样子发生陆杀 农业处还发现 石虎常出没的苗140线道 路旁的植栽也会影响石虎的视线 植栽当初的设计是挨着马路的两边 那石虎穿越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影响到它的视线 那在过这个马路的时候 可能这个视线被阻隔了 除了路旁植栽要修剪 路过车辆车速普遍过快 也会加装区间测速 还要加装围网 也呼吁不要把猎犬带进石虎的栖息地 大海新闻苗栗总和报道 石虎路沙意外贫传 为了要唤起民众的保育意识 林务局呢除了设置生态保护狼道 每年也会提供补助 希望能借此来吸引民众和社区 加入报育的行列 李龙花在工厂工作多年 2014年退休后选择结甲归田 回到位在苗栗通宵镇丰树里的老家 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是兴趣 整理已经荒废多年的农历 采用不撒农药的友善农法 当其快乐又平凡的农夫 不过他的田地可就一点都不平凡了 原因是由焦克长城出没 焦克就是已经濒临绝种的石虎 稻子种下去 林务局说我来架相机可以吗 架射下去就有石虎出路 第三他不敢相信 真的这么浅山哪有这种动物 或者第二次又在第二期在插秧 它这架射都真正的有石虎出现的 乍看之下很像家冒的石虎 是台湾仅存的野生猫科动物 经农委会认定 已经濒临绝种 亟待保护的第一级保育类动物 根据文献 原本全台都有石虎的分布 但因为漆地位在浅山地区 与人类冲突 因此在短短不到100年的时间 野外调查已经剩下不到500只 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2K的地方那边就是有重复鹿沙 就是有两只石虎在那个附近 被车撞死 连接苗栗市与后龙的苗29两侧 是石虎及白鼻心诱欢等动物的 主要棋息地之一 也就成为动物鹿沙事件的 高风险路段 从2013年开始 苗29累计有四起石虎鹿沙通报 更惊人的是通往卓兰的苗140县道 在2019年7月份一周内 又发生三起鹿沙通报 对于一个只剩下500只的冰维族群 少一只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因此当务之急 就是要帮助野生动物们 趋吉避凶 那两边这边的这个道路的部分 我们就是加上一个围网 然后让它没有办法 或是很困难的 就是走这个平面道路 围网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 就是阻隔它们穿越的可能性 那石虎大家想说猫会爬 可是当它遇到这么困难 像我们高度是180公分 然后还往外内凹 就是增加它穿越的困难度 那基本上像石虎白鼻心 又患这一些普鲁类动物 它们可能就不会爬上去穿越它了 除了架起高高的防护网 避免野生动物穿越马路之外 也利用石虎等野生动物 大多利用清晨或傍晚等 天色较昏暗的时段 出来觅食的特性 设置反光镜 之后就可以透过往来车辆的 车灯反光 产生特阻效果 那这种相机在完工的当天 就有拍到石虎就是坐在围网外 那就是看着这个来往的车辆 连续坐了三天 后来就是放弃了 就是往下走 走到那个我们想要它走的 那个排水箱寒过去 那其实这个也算是初步的一个成果 水门在这里 对 安全通道设在位于马路下方 原有的水门及排水寒管 小动物们可以披开路面的车辆 安全穿过 在那个水门就是打开了之后 大概在一个礼拜 就有拍到那个石虎的脚印 那也有拍到石虎的影响 只要给它好的环境 那那个石虎或是其他的野生动物 真的会利用这个环境 去减少它穿越苗29的这个机会 除了设置动物的生态廊道 帮忙石虎等野生动物 打造一条护生之路 林务局也设计了创新的 石虎生态给付 每公顷领两到三万元 奖励愿意加入保育行列的农友及社区 我们所掌握到的石虎分布的热点 那也就是苗栗的通宵 跟南投的中寮乡 这两个点 我们希望现在这两个示范点 而且是所谓的热点的区域 先试行这样子的一个 生态系服务警户的一个措施 我们希望这一个示范计划 如果操作下来之后 我们希望能够增加 大概500公顷左右的一个 友善的一个农地 那应该会有 大概40个左右的社区 能够参与我们的所谓的 社区巡护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米我会持续下去 石虎就像我们这边 都没有去开花的话 栖息的地方它是最安全的地方 石虎是台湾野外最美丽 又神秘的物种之一 正因为人类的开发 导致它的气力大幅减少 而近乎灭绝 如果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 可以继续在野外 而不是图片上看到 石虎美丽的样貌 保育工作 一刻都不能等 关山慈祭医院新设立的 血液透析室 在7月中皆排启用 往后台东地区的肾脏病友 想要洗肾就不必再舟车老顿 台东关山镇居民 欢天喜地 庆祝关山慈祭医院 血液透析室正式启用 过去关山地区 只有一家诊所提供洗肾服务 但没有办法住院 有了关山慈愿的加入 就可以造福更多病友 我们这个地方能够提供 比较基础的住院医疗的话 让洗肾的患者又能够便利他们 又能够处理一些住院问题 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不用奔波而已 接牌 临近山区或镇上居民拿药不方便 长期使用容易取得的成药 最后不免受尿毒之苦 尤其在雾路、利道、南横的肾友 上下山就要两小时 还要往返台东玉里长达80多公里路 都要拖着病痛骤车劳顿 它最主要就是它可以减轻我们家属 我们身经理跟这个时间上的压力 因为有你们 我的妈妈才可以回家 谢谢你们 目前关山慈激医院血液透析室 共规划15张床位 但因为护理人力不足 只能提供八床服务 院方也希望有更多心血加入 提升血液偷袭品质 减轻并有及家属负担 大海新闻 正常美之宫 土华光台东报道 黎巴嫩著名地标 鸽子岩举办了跳水世界大赛 新闻最后要带您一起来看 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大海五件新闻 我们再会